好,来,接下来问一些可爱的小问题 第一个呢,请问你要如何添加酒精 很简单,Burn Up 起立,怎么添加酒精 用漏斗,请坐 请问你要加多少 3,2 32 起立,加多少 8分满,请坐 请问你 要如何添加点燃酒精 2号 起立,施抹布点酒精 火柴 火柴,打火机,点火枪 怎么样熄灭 24 24 起立 你还施抹布 灯照盖熄 万一不小心露出来怎么办 No.4 4号 4号不在这 12 几例 是我不盖行 好,来 烧杯烧瓶 蒸发米都要间接加热 请问你如何间接加热 35有吗 没有 3,4 3,1 啊 桃池纤维网 请问你为什么要隔着桃池纤维网 因为它有什么作用 11 受热均匀 然后这个烤锅一边的大重点 如何稀释浓瓏酸 22 谁倒入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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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了 轮流霜 缓缓倒入水中 实时搅拌 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这个会产生什么事情 流霜跟水会发生怎么样 你说 浓流霜有偷水器 容易水会放出高热 倒过来做会有爆炸性的建设 OK吗 OK 来 这是旧课文的图跟你讲过了 这上面每一个人做的事都是错的 酒精灯 不可以用书本当作挡绷的 我们用挡绷板 不要垫在书本上 旁边不要放些亦然的物品 OK 实验室不可以奔跑细细推挤 推人撞人 不可以吃 不可以藏 不可以藏化学药品 不可以藏化学药品 这两个人 共同的错误是 他的加热试管都潮人 这是错的 上面大概多错的地方 他加热位置错了 他加热还在他的试管夹上烧起来 好 所以真错了 然后呢 左右两个人都是请到化学药品的时候 方法错误 要沿着播放倒进去 右边的大哥像调酒一样 照来倒进就太夸张了 右边的大哥在这张照片图片里面多一个错误 他没有戴安全眼镜 这边每个都有戴安全眼镜 他没有戴 当然你们都没有用过了 资料班可能也用过 他没有戴安全眼镜 所以他多一个错误 他没有戴安全眼镜 然后不要堆置杂物 容易半倒 东西都撒出来了 或者要器具用完了 要立刻清洗 不要堆在这里 要立刻把撒到东西清干净 这个讲过了 我那时候不是这样子闻的 要用手三纹 用手三纹 用手三纹 再不这样子闻的 这个人的错误是衣服 你们上高中之后 有一些高中会要求 我是上大学才会要求的 要买实验衣 我知道建宗美女都要求要买实验衣 实验衣长袖 长的 要把你身体尽量遮蔽 不要让药品直接接住你的皮肤 这一段来把袖子卷起来 把他皮肤曝露出来 这样是错的 真的错的 这就不要讲了啦 然后老奈把去搓那个开关 搓那个插座 我会保证一下固定 不用说了 然后这个人还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他在调料品做东西的时候 眼睛没有看着他的东西 第二个问题是 留长头发的人 要把头发绑起来扎起来 他到处乱飘烧找了 好不好 到处乱飘 包括衣服也一样 不要那种 会飘来飘去 一杯勾到半套 都不要有 都不要有 OK 好 就这样 然后再最后就是 不可以饮食 实验室禁止饮食 不可以吃东西 就是 他的 这张照片上面 每个人所犯的错 可以吗 可以 可以